用不到20块钱就能调出来价值千元的茅台酒的口感 今天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白酒的科技鱼很活 首先啊东西都准备好了 95%的食用酒精200毫升左右 然后再加入纯净水大概180毫升左右 好了 这个时候呢酒精度数大概就是53度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了 我把盖提前都打开了为了节省时间啊 好多朋友说这个酒的沉香和凉香怎么出来呢 别着急慢慢看 首先依次加入这些高科技 但是大家一定记得了不要加多啊 一到两低就可以了 因为什么啊 酒的凉香和取香 时间长了的老酒的凉香和取香 就靠这些东西来调味了 尤其是这个茅台香精 大家记住加一滴就可以了 你看啊 这一小瓶只有30毫升 但是这一小瓶啊 可以调出来200斤的茅香酒 厉害吧 好了 加进去之后啊 搅拌一下 你看酒花都有了 对吧 其实啊我们的老酒里边啊 时间长了之后啊 放个时间八年 它都会自然产生这种物质的 但是咱现在不是科技时代了吗 对吧 不用等个十年八年 两秒钟就能让大家感受老酒的味道 然后接下来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除苦剂 除苦剂呢 可以去除酒精里边的酸色感 去除苦感 然后接下来这是最关键的 这叫什么呀 叫食用甘油 大家都知道啊 你看现在这个酒啊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像水一样对吧 那么首先接下来 加入食用甘油是为什么 增加这个酒的粘稠度 让大家能够看到挂杯的感觉 我给大家加进去感受一下 什么叫挂杯 好了 加进去之后呢 进行一个搅拌 然后接下来 让大家全方位的感受一下 这个酒的挂杯的感觉 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吧 你看 在这个杯壁上挂杯的情况就出现了 好了 接下来